在家呆了70多天没出门 李立群端午节终于回归大自然 自由出入小区门口了 这对于70多岁老人来说 解封后凌晨就跑到台湾老乡家去餐跳舞 第二天晚上 又在家中设宴三文鱼刺身 加一盘自花生米 一天天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 作为上海网红一哥李立群大爷 最近可算是红遍全网 虽然一日三餐晒流水涨 但架不住大家喜欢啊 粉丝从80万涨到了850万 速度惊人的快 老话说人怕出明珠怕壮 为了博取人们眼球 将李立群老师的一些说话 动作进行剪辑 其中就有一条李立群居家被憋疯 怒砸三千万家具的图文 在网上广为流传 该视频文章也引起了老人家的关注 昨天晚上不是几个朋友来家吃饭吗 射箭的好朋友 就是一起射箭的 都讲好了好几天以前就讲好 说解封之后 咱们就到家里来聚一聚吧 本来到个小馆 就那小馆是我们常去的 但是他现在还没办法外卖 只能够外带 不能够食堂食 所以就到我们家来 我就煎了一条鲲鱼 什么大开开心心的 叫点外卖去 就喝点家里面现有的酒 然后呢 今天就有一个小宝 不是什么东西的 反正他就说了 说最近往往有很多这种谣言 就是说什么李立群 封城几间封的受不了了 把三千多万的古董家具都砸了 我天我 我有这么大魄力吗 然后又说什么封城期间 少赚了两千万 你怎么不说我少赚了二十亿 我听得还光荣一点 这种完全不搭嘎的那种谣言 让我觉得 他们何苦呢 就为了蹭流量 这样蹭吗 你就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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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也没有关系啊 有许多 我看了很多 我觉得是属于舒服的正能量的 我都点关注 加评论 意思就是鼓励 然后那个 要互相鼓励这个社会上 这么大的一个社会上面 所有正能量的 为了生活 努力工作的这些人 我们就给他肯定 我们就给他鼓励 就给他赞美 姐姐给这些谣言到这种地步了 三千万的古董家具砸了 哈哈哈哈 就是谣言 谣言 我我就 这种谣言 是不是因为他自己 觉得自己生活的太没有尊严了 所以 人我之间没有尊严之后 天地间就不该有尊严了 没必要讲 没必要 大家互相鼓励吧 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